阿里发布量子计算新研究成果。 引美国科学界热议。 美日科技微讯。 近日,阿里达摩院量子实验室宣布,研发出当前世界最强的量子电路模拟器泰章,成功模拟了81笔特的谷歌随机量子电路。 阿里的研究人员通过一万台四伏器,每台有96个强大处理器,并参考了谷歌发表的量子晶片计划,对其新晶片的运作模式做了模拟。 模拟结果显示,现有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的能力,还远远没被发挥出来,这意味着谷歌新量子晶片能力还无法超出传统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范围。 阿里的这一新研究成果,谷歌并不完全认同。 今年3月,谷歌推出名为Racelecom的晶片,并宣称实现了1%的低错误率。 谷歌表示,它可以开发出第一个超越任何传统计算机运算能力的量子计算系统,即实现所谓量子霸权。 谷歌研究团队负责人Jane Martinez预计,今年就可以实现量子霸权。 在一封写给连线杂志的邮件中,谷歌研究人员Saji Ubozo写道,他非常欣赏,阿里,这类研究,但是论文结论中仍存在不少疑问。 阿里巴巴的模拟结果还不够细致,无法支撑明确的结论。 相比谷歌,不少美国科学家用更积极的表态,欢迎阿里的研究结果。 南加州大学教授I.T.Han说,我相信游戏规则会改变。 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格莱梅·史密斯,在推特上转发了一篇阿里巴巴文章的连结,并使用了一系列的哇哇评论。 史密斯告诉互联公司,谷歌的Bresto One似乎是目前最强大的量子晶片,但阿里的结果表明错误率仍然太高。 这说明我们很快就不会看到量子霸权的实现。 在任何情况下,阿里和谷歌之间的争端都对该行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南加州大学教授I.T.Han说,双方的辩论将反过来刺激研究者试图从传统计算机中挖掘更多的计算能力。 在量子计算领域,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在量子计算领域并不明显,而量子计算的全球竞争仍处于中原地区的阶段。 谷歌可能有其第一个优势,但在中国,阿里很有可能与谷歌竞争,其技术、场景、数据、人才,与计算优势和战略耐心,以及中国国家发展量子计算的巨大优势,巨大的市场和成熟的产业链基础。 目前,许多大学正与阿里合作,在量子领域合作。 例如,中国科学院与阿里合作,成立了一个实验室,开展量子信息科学的前瞻性研究,开发量子计算机。 该实验室希望整合阿里云在人工智慧、经典计算算法、架构和云计算方面的优势,以及CAS在量子计算和仿真中的优势,颠覆木耳定律并探索下一代计算技术。 超越经典电脑的名词。 为中国科学院,阿里提供了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平台,以验证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技术,加速了技术从小范围应用到大规模的过程。 让科学研究的结果变得有用,而不是停留在原则的验证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潘建伟教授说,中国科学院在量子计算技术方面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阿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全球。 L领先的云计算平台,以及大规模、多样化的商业场景,催化住量子信息技术的成熟。 最好的合作伙伴。